知名外语补习班吴玉景亭业 学生缴十多万全泡汤 官房来都不读不回 电话都打不通 我只有上根本不到十次的课 我这样算起来 我保守最少还有九万 他们是说目前受理已经有四十几件 应该会更多啦 开业经二十年 目前在台中有两千奔校 台北公馆有一千奔校的 ANL爱儿欧语补习班 三月二十九吴玉景亭业 多名师生报警处理 由教职院痛斥 三月薪水还没领就被失业 而不想要夹了数万元 至十多万元学备的学生权益受损 无法上课 我是去学德文 总共超过十万块 18年年底 他们突然就说 公益校结束他们那边不足了 叫我们公益校的所有学生 都要到一中校去上课 那时候我就觉得怪怪的 准备要跟他们谈退费的事 才刚申诉完没多久 就接到同学跟我讲说 我去办二一倒地的消息 我总共买了六十堂课 我记得两科加起来十三 这个礼拜六他去的时候 楼下的管理伯伯就跟他说 这的人就不见了 就已经跑了 马上Google他的脸书全部就不见了 永久停业就出现了 一中校及公益校侠去派出所 都有接获受害学生或教室报案 台中小保官呼吁受害学生 可打1950消费者保护砖献申诉 并立即行动维护自我权益 如果业者确定停业 请消费者若是用信用卡支付的话 先去跟银行询问争议款的问题 尽快申请争议款 如果他是补习班的话 现在的规定是要求要做履约保证的 履约保证可能不是全额 可是至少某一个程度 是可以保障消费者 以赴等费用的部分 如果不是立案补习班 他就会变成不要麻烦 通修完台中报道 没人给你动 有这些看我送 我们白头黑的 用无料的 有的看我说 好感人Q 我们现在出车不用钱 做些朋友